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对不起啊 这段时间 我禁锢着忙我自己的事情了 都没有来陪你说话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咱们的大排档被小黎叔给买回来了 而且临时大排档的牌匾 现在又挂回去了 小黎叔他说 这一切都算他入骨 其实我心里知道 他这么说 只是怕我心里难受 才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 还有吧 咱们家的房子 小黎叔也给要回来了 还有你现在的护工小琪 也是小黎叔给找的 咱们现在啊 真的是欠小黎叔太多了 不过爸你放心 这些钱 我将来一定都会还给他的 虽然我现在失业了 可是咱们还有大排档啊 我喝土豆 一定会好好地把大排档给经营下去 对 好 但是 我还在这边 后来 你从来 咱们来 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身体好点了吗 前两天你发烧 我挺担心你的 谢谢你们那天 送我去了医院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如果不是因为欧阳 我们俩还会是最好的朋友吗 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事 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 那我先走了 梅雅 你能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吗 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难过 我时常会想起 我们两个在法国的日子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我希望你不要怪欧阳 她是有苦衷的 欧阳选择瞒你 是怕你知道真相后承受不起 所以她才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来保护你 但是我觉得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你就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 有什么意思啊 前段时间欧阳忽然消失 你一定想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她去了泰国 去找了杜若南 你的同胞姐姐 并且把她带回来 跟欧伯伯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为游血缘关系 梅雅 你和杜若南 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 还很光致 这是我看你 好 我看你 她都没有人 我 Escape 我知道自己 我有准备得了 我看她 她你 我看她 什么 我看她 徐思雨 你真的没有必要编造这样的谎言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晚后 我是不会再纠缠欧阳的 这不是谎言 就算是撒谎也是你爸爸在撒谎 这是林书见欧伯的那天晚上 亲自告诉欧伯伯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问杜鹅男 他现在就住在欧家 欧伯和欧阳选择瞒着你 是怕你知道真相之后 我会接受不了 欧阳还特意叮嘱我 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对你来说太不公平 你不再是孤儿了 欧伯伯是你的亲生父亲 而欧阳虽然跟你同父一谋 但他也是你的亲哥哥 我知道 造无浓人 其实我觉得走错了路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刹车 其实心情比爱情来得更长久 想一想 有欧阳这样的哥哥也是挺好的 我都有一点记得你了 夜风真的很奇妙 我相信没有人在爱情面前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内心 我知道 我之前伤害了你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来做最好的朋友吗 你和杜若楠是欧伯伯的亲生女儿 uted 爸 快放我 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就赶紧坐下来吃点东西 刚才你们光顾着喝酒了 都没吃多少 我们不能打 bunları 我们分手了 于情于理 我这个做儿子的 在这个时候都不能跟他作对 总之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从今天起 你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 喂 你在哪儿 没呀 我在泰国 有事吗 没什么 我就想问一下 妈 妈她怎么样了 妈她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 我也挺好的 放心吧 都好着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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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喝假酒上头啊 还是有钱好啊 这要喝以前咱哪敢做卡锅啊 那都是一人一瓶小喝酒 拎着在舞池里边就晃一门的 这要喝没了还得再去倒点水 现在呢整瓶的XO 我拿着吸管喝 你少喝点伤还没好利唆呢 对 又拿我就知道 你还是挺心疼我的 随便行 百姓咱俩位置啊 我是你姐 你是我弟 有的没的别老乱信 可是妈都把你托付给我了 别老妈妈的 那是我妈 不是你妈 妈 您在上面都看见了吧 我跟若能现在挺好的 我们现在有钱了 不用过苦日子了 您在上面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你能调收她的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思雨告诉你的 我只是 觉得这件事你不知道有些好 你打算躲我一辈子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就知道 你在分手的时候 跟我说的那些狠话 都是骗我的 说明我没看测人 虽然老天 跟我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但是好在 我们错得不那么离谱 这段时间 我想了无数种 你跟我分手的理由 你跟我分手的理由 唯独没有想到的 却变成了事实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 要那么决绝地跟我分手 要那么决绝地跟我分手 好吧 就让一切 回到 咱们在飞机上 拿错箱子之前吧 你还是那个 你还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欧阳 我也还是那个满怀热情的林美雅 思雨也没有帮我换头等仓 好 即便我们两个人 即便我们两个人 真的在飞机上遇到 也只是打一个照面而已 这样 你觉得好吗 你 而你 原本就是要去思雨的 你们门当户对 命中注定 就是要在一起的 思雨很兴奋地 把你介绍给我 我依然会很激动 但那只是因为 我之前在网上 看过你太多花边新闻 看到你 我还是会很幸福 我会很兴奋地告诉你 在法国 你差一点撞到的那个人 是我 我还会很兴奋地告诉你 曾经我们两个人 坐过同一把飞机 但是私底下 我一定会很严肃地去提醒思雨 让他一定要小心那些网红 和模特 你觉得这样 好吗 好了 好了 现在 我们两个人的记忆 都被我更改了 好吗 欧阳 你一定要幸福 我 我走 也讨厌 也许是偶然 也许是偶然 心跳有些荒涵 怎么会开始 期待你出现 创作不在意 创作不在意 偷看你一眼 我藏起了 对你的一脸 忽然间发现 忽然间发现 心被你填满 小心的试探 寻找着答案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 像漂泊的船 我就告诉你 好 那我等着 也不能阻浪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 却不能转眼看你的视线 从什么时候才一脸离不开 你温暖的笑脸 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 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享受在你的身边 一群俗化的简单 直到永远 你给你去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欧总好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刚人事部签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合同 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行政助理 负责你工作上的一切大小事务 你别跟我闹了 我没跟你闹 怎么 欧总不欢迎啊 欢迎 欧总 这个是今天和明天的行程安排 请过目 思雨你坐 怎么了 你去找林美娅了 她来找你了 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她 你不觉得 她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吗 她是个成年人 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况且只有知道真相后 她才能迅速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们两个也好认清彼此之间的关系 回到各自正常的生活轨迹当中 我这样做 有错吗 没错 没错 那就好 她是你的妹妹 我是她未来的嫂子 以后呢 我们两个人都要对她好 你工作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ian 现在说火队 我放手 tych 还不错 这款探戒者性价比特别高 它内部搭载的是 2.0T和9AT的 超高性能动力系统 而且车顶还有 超大的全景天窗 这车多少钱 裸车在十六万左右 还是非常超值的 十六万 先生 一看您的品位 就非常的好 这款车的外观呢 是非常时尚的 科麦罗的外观 一直是承袭了 五十多年的经典制作 棱角分明的前脸设计 以及家族史的立体双格扇 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运动气息 而且啊 整体的设计 让车型显得更加的霸气 这些我都知道 说点我不知道的 不仅外部好看 而且内饰也相当丰富 有二十四色的分纹灯 让你感觉更加炫酷 而且还带有方向盘加热 以及支持手机 无线充电的功能 不错 不错 美女 您对这车还满意吗 挺满意的 这款车的实际操作感确实很强 尤其是加速中的推背感 会让驾驶者拥有相当不错的体验 科麦罗自带车载蓝牙 这样就可以通过车内显示屏播放音乐 接打电话 既安全又方便 同时 内置的二十四色氛围灯 无线手机充电 电加热方向盘 就算是冬天开车 也会感觉特别舒适 那您看 您对这车 还有什么疑问吗 救他吧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 但是当我看见欧阳的眼泪 我突然意识到 原本准备独自承受这一切的他 比我更痛快 也比我更勇敢 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个人漂泊在大海上 那么的孤独无助 我现在唯一能够帮到他的 就是让他看见 我没有被打倒 我过得很好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奔向那座小岛 我们才能回到各自原本的轨道 一切安好 那是一个信仰 他就是被打倒了 你看 他就能在那里我老子 玩了 乃乙和我 你送我算怎么回事啊 我不算涮饭的了吗 行 硬气上了是吧 在这事上 我必须得硬气起来 这人生中第一辆车 我必须得自己奋斗 好 杜小姐 您刚才试驾的那辆车 您还满意吗 在哪儿刷卡 这边请 走 这份围灯 还能变成红色呢 这科迈罗就是牛啊 听你发动机声音都好飓 啥时候没事的时候 就开开呗 闪开随时 最后一道菜了 还有啊 我的天哪 我真的已经吃不进去了 我撑的眼睛 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根本停不下来 尝尝这个 好吧 那我再吃最后一口啊 小心烫啊 味道特别棒 真的 好了好了 快点打分 孔吻鸡块 四颗 小龙虾 香辣味儿 孜然味儿 麻辣味儿 你都只打了四颗星 那我是不是不能把它们作为主厨推荐菜啊 可以啊 完全可以推荐 我打四颗星呢 是因为有一颗星折在你这环境上了 所以没有打五颗星 好吧 那就剩下的这些菜 你都只打了三颗星 是不是我还需要有改进的地方 不用 完全不用改进 我打三颗星 是因为我不爱吃这些菜 这要是割别人炒的 一颗星都不给 那就谢谢黎薇薇小姐 赏光尝菜 我的荣幸 太冬了 再来 また给你 我以后 我再来 你再来 我以后 那又是 没什么 好 你 有什么 没有 然后 我跟你说啊 薇薇 土豆哥他才是真的得我爸真传呢 他炒菜可好吃了 有机会人家要跟你炒两道菜 你好好尝尝 我今天呢 也就只是试试手 等大排档忙起来了 我也能帮帮忙 薇雅 我觉得你今天哪儿不一样了呢 有吗 有啊 他怎么来了 咱俩能换个地方两为两吗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我和你之间没什么需要背着人的 好 好久不见了 过得好吗 嗯 挺好 我听说 你被欧氏开除了 我是想我认识一些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介绍几分面试的思愿给你 我相信你在别的公司里也可以做得很好 不用了 谢谢 谢谢 我来 李贵贵现在在这儿干吗 她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我是林美雅的好朋友 我来帮她试菜的 怎么了 如果你来这儿 是跟我闲聊的话 你还是走吧 我不是来闲聊的 小雅 我们能不能回到过去那个样子 陈哲 你出头放着吃药了吧你 我再跟她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林美雅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事情 我警告你 说话客气一点 尤其是对女孩子 这里非常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如果我不是偶长林的女儿 你还会回来找我吗 曾经这里是我们俩最美好的地方 但是那个陈哲 不是你 你变了 我做的事 你肩膀 肩膀 得 这么个 能不能 不好 我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愿不愿意一直这样背着 愿意啊 爸 晨晨说她愿意一直这样背着我 我老了她也背着我 好好好 赶紧过 娜娜总结老了输就快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穆雅 你是欧伯伯的女儿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谁告诉你的 哥 这事你也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徐思雨 徐思雨她高兴死了吧 欧阳现在名正言顺成了她的了 欧阳现在跟谁在一起 跟我都没有关系了 陈哲这个大混蛋 他当初抛弃你 不就是为了攀上欧瑞姐这个高枝吗 结果现在发现 你才是真正欧家的女儿 这又瞬间跑回来找你了 我的天 瞬间哪 媚媚 媚媚 你最近身上发生这么多事儿 你都没有被打垮 还坦然接受 还那么淡然自若的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那我能怎么样啊 我爸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他只有我 所以我不能倒下 我要再萎靡不振 我太对不起他了 也对不起你哥 也对不起你哥 帮了我那么多 媚雅你别这么说 我们对你的帮助 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 林叔叔是你的亲人 也是我们的 明白吗 对呀 美雅 你还有我们呢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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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